新橘色古董商 这故事也太染了 爹 您常说香门风骨 当如玲玲双擒竹 嫡出玄懒 淡忽自驰 但上家御法里 竹生幽谷有什么用 若善恶终无报 庆守己心有什么用 爹 请恕女儿 有备加风 什么 抄袭侵犯 让你们想着 好 拉点 还是个女子 没 要肆意妄为斗启石 自己以为的救命 我早知 若纵是近期前嫌 敌礼荣华 依旧过不好自身 但有些事 并非明知前路混沌 就可以不去做的 哇 我承认我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呀 太喜欢这种国风的感觉了 新角色古董商的背景故事 到底讲了一个什么内容啊 相信大家从刚刚的PV中也大概了解了呀 湿火的宅底 连锦的家风 再加上父母亲的鱼钟 导致 肖宅 也就是古董商的家 被奸人所害 家道中落 古董商决定不再阎人奋起反抗 但是整个的反抗过程中阻碍是非常多的 这些无形中的黑暗之首 一步步的就要把它给吞噬掉 其中还包括家门内部 包括父母的阻拦 大家可以自己听一下这些背景声音 就在即将被黑暗吞噬之时 我们的古董商听到了来自同时玩伴的声音 也有可能是他的姐姐啊 姐姐在纷乱斗争中被奈人抓走 最终古董商看起他的复仇之旅 但有些事 并非明知前路混沌 就可以不去做的 所以这次古董商 只身前来庄园赴约 到底是来寻找丢失的姐姐 还是来为家族复仇呢